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抹生动的风景 但是如果演员有些丢人现眼的事呢 比方说那个部位出事了 比方说不小心前上出事了 比方说又嗨 又飘 结果被发现了等等等等 这就叫劣迹艺人 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网络 秀场直播和电场直播管理的通知 这里边又把这个什么劣迹艺人 失德艺人 这事儿又给抄起来 这个国家国安部门的意见就是说 不能不能为这些 劣迹 失德 艺人 提供公开出境和发生的机会 真明确啊 对吧 为什么这么干 防范 遏止 炫富 拜金 低俗 媚俗 不良风气 防止这一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滋生满眼 还有呢 你是公众人物吗 对吧 你的言论的社会价值规范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因此抵制劣迹艺人 纠正社会偏向 哎 好 网友们鼓掌 说好 这是对的 好的 我也给这个点赞 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这个作有帅风气之先呢 对不对 劣迹艺人 对 那 有个叫低瓜熊老六的是吧 我从来不认识低瓜熊老大 熊老二 熊老三 熊老四 熊老五 一直刚一认识 他说低瓜熊老六 他说了一句话 这小子大猎人 足球踢得特别好 他说 猎记艺人有人管了 那么作协里的猎记文人有人管吗 哎 这话有分量 两个意思 一 支持 这个管一管那些猎记艺人 二 猎记艺人要管 同样是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 那猎记文人为什么要管 有人管呢 大家想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 有猎记文人吗 当然有啊 怎么能没有呢 对不对 比方说 比方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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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他 呵呵 呼之欲出啊 那名字 大家都说出来 不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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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的名字 写到我这个评论区里边 你看看大家 同意不同意 那我是不能说 我说了之后 万一他找我打官司 我那个 有一个 女作家 告我 还把我告得狼狈不堪 那他愣说我损害他名誉权 他把他把那个英文二十六个字母 有个单字 连续使用十九遍 然后呢 我就说这个东西 不适合一个70岁的 看上去还比较体面的女作家 他就告我 哎呦 这事我可不够乱说 啊 地瓜熊老六 有本事你说 反正我是不说 你打死我也不说 我不但不说这个 而且呢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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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什么波呀 什么 什么 饭什么兵啊 什么 什么这些名字 我都不提 啊我我不能提 你提了之后你很麻烦 你你随便提 对不对 什么王什么安啊 什么张什么墨呀 什么高什么虎啊 什么闻什么张啊 什么张什么园啊 什么磕什么东啊 什么宅什么林啊 陈什么 陈什么雨啊 黄什么波 对不起 我知道的人也不多 还有房什么名 这这名字我 我 我不说 你打死我也不说 我为什么不说 我怕惹麻烦 哎 现在国家有关方面 不怕惹麻烦了 说这些有名有姓的啊 有劣迹的 这些艺人啊 他们要把他们挑出来 不能让他们公开去发声露面 然后直播赚钱 尤其前两天 我们胡同一个长的 我们都叫他大英 大英子 我们就胡同一个长的 有点有点二的 这么一个一个 其实年纪不小了啊 都叫他姑娘 就是因为他老打扮 超十九打扮 你说你要是二十五 你朝十九打扮 还可以理解 你说你都快四十了 你打扮成十九 是不是我们心里有点 那样的 啊 我哥别王那是拘邻拘邻的 这这这这 大英子说 大英子说凭什么 谁谁谁谁谁谁 他直播他货的一天 挣几百万 哇 差不多跟枯坟是那个 掐尿道出来了 说你自己以前有什么 什么劣迹 他这都特别清楚 我不清楚 一天挣几百万 真有这种人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但是这种人 你以为人家赚这个容易吗 人家还痛苦呢 痛苦在什么地方 痛苦在他一天赚的钱 还没有马运一个小时赚的多 他能不痛苦吗 所以赚钱这事啊 只要你把 把注意力全部放到赚钱上 我告诉你 基本上都是 快乐不起来 所以挣钱这事很重要 但是把所有的精力 用在挣钱上 这事就快乐不起来 而且收到钱 这人就不太像人 知道吧 艺人本来很好的 大家都学习你啊 你为了角色 需要塑造各种各样的 这个形象 包括坏人的形象 有一个我认识的杜虚东 年纪跟我差不多 我们俩一块吃饭碰见他 一看见坏人 恨得让人压根儿痒痒 但其实他在底下 是个挺好的人 在部队军小很高位 他说我演坏人 生活当中 你当然必须接人自号了 所以有些演员 就做不到这一条 他一看 既然坏人我都演这么像 那你说我生活当中 我就来回怎么样 好 嗨 挑 好 胡来胡作非为 真耍起流氓了 完了 他变得比真流氓还流氓 那就变成劣迹一人 关于网络秀场直播电厂 直播管理这些事 还有现在很多大戏 不是一个一个上吗 疫情期间不是戏少了吗 戏少了 导演就有挑选余地了 有些呢 劣迹一人 人家不敢用了 用了之后 人家就砸 投资商砸了 对不对 你坑人呐 我是用了你了 从头到尾 都是你 突然间 你东窗事发 我砸进去2000万枚了 对不对 更坑人的是 你在剧场拍片过程当中 你给我眼流氓 然后你自己变成真流氓 接下来东窗事发 影响极为恶劣 好家伙 我也没法换人 因此这个劣迹一人 害人害己 危害社会 给青年人提供不良的榜样 这种事的确是应该抵制的 但是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细节这事怎么定啊 对吧 你公开出境 发声渠道有哪些啊 劣迹一人 失德一人 失德边界在哪啊 因为他们家一条狗 跟邻居家打起来 打着打着 朝着女主人肚子上 就是一脚 女主人肚子里边 还有一个小生命 或者人家声称有个小生命 接下来就上了网 网上之后就开始发酵 这个激情失控之下 淋漓打架 算不算失德 有人说不算 有人说算 那就恰恰证明了 我提这个问题重要性 那就失德的标准 这个在什么地方 你既然是法治社会 全面建设法治国家 一切要纳入制度和法律的框架 你不能让这种制度和规则 由一个行业部门一宣布就完了 也不能让标准的判断 流于网友的口舌 要抵制劣迹人 必须来真的 必须来实的 必须把这件事落到实处 新华社 我看发了一条东西 新华社发了一条东西 就是2021年的2月6号发的 说劣迹人付出程序 明确报道了 大家关心 那现在的这件事 我们就把它说说清楚 新华社说的就有权威性 但是看完这个东西之后 我是一头巫师 我看明白一些 又看不明白一些 就跟学习成绩全班 排倒数第二的一个考生一样 是老师把数捷题发给我了 我有的能看明白 有的我看不明白 为什么 我全班学习成绩倒数第二 但是全国的网友 并不都是全班成绩 倒数第二 我们也看不明白 那这个所谓的演出行业 演艺人员 从业自律管理办法 是不是有再解读之必要呢 比如说你适用的都是哪类人呢 解释说 说是管理办法 适用人群 是从事音乐的 舞蹈的 戏剧的 取艺的 各种舞台演出工作者 包括乐队 乐队成员 还有什么组合成员 舞蹈成员 话剧演员 戏剧演员 音乐剧演员 相声演员 脱口秀演员 杂技魔兽演员等等 说到这儿 我倒吸一口冷气 点着我了 你知道吗 翻了司马南的牌子 我前几天被武汉一个女作家 发的牌子 现在我又被有关方面 发的牌子 为什么呀 昨天晚上有人跟我说 司马南你这个嘴这么能白活 你就在坐在 这个电视机前白活 你能不能搞个小剧场啊 咱搞个脱口秀 我们跟你投资 说实话 我心动了 啥叫投资 拿钱 有人拿钱让我白活 我平常 人老了 话老 我从小就喜欢嘚瑟 你说胡同里 我没事跟几个老太太白活 和现在我跟网友白活 接下来小剧场 我享受郭德红鱼签的待遇 咿 我说完一句话 咿 我说完一句话 下边 哦呦 笑得不得了 周立波的待遇 我也享受到了 那多让人 我心动了 我心动了 我刚动心 你说你规定就来了 是吧 脱口秀 演员 你这个网上自媒体四个人 他叨过点东西 这个是一回事啊 你要是办个小剧场 有人投资 开始演出 收门票 那司马南就变成脱口秀演员 脱口秀演员可就被拉过去了 拉过去之后 我就被这个规定要审视了 司马南 是不是劣迹一人 对吧 跟老太太早上跳槽的时候 隔壁王大娘 你是不是多看两眼呢 是 算不算劣迹 你看又回答了问题了 也就是什么叫劣迹 什么叫失德 这件事还需要特别明确 这次有关方面 这个答记者问里边 特别强调说 假唱这件事 受大众关注 假唱不行了 假唱怎么就不行了 哪一类叫假唱啊 这也是个特别技术性的问题 比方说 有关方面说 这个商业性演唱不能 商业性演出不能假唱 营业性演出不能假唱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假唱你欺骗观众啊 对吧 我们根据我们以前 你们知道吧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 里面相关法规 强调说 电视台演播室以外举办的 营业性的演出活动 都是我们管理范围 一律不得假唱 说到这儿 我还就不高兴了 不是 我还不能说不高兴 我这个人必须的 我高兴 我非常高兴 我高兴啊 我高兴是你们电视台演播室里边 假唱没事是吧 依照这规定 这个字面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我以我三十年前大学语文老师的阅读理解能力 我就解读出来 你们演播室电视台 自己 假唱没事 但是呢 文化市场 一演出 归你管了 你执法部门就开始处罚了 假唱不行 我不是说 电视台 我反对假唱 首先我反对假唱 崔健有一次说反对假唱 我差点跟着签名了 后来我一想 我自己也不会唱 我反对什么假唱 我就没签 首先我反对假唱 其次 我觉得 如果反对假唱 就应该一视同仁 第三 第三我也挺同情的 那名老艺术家 年轻的时候 那嗓子 金嗓子 好饱 都吃成包成包吃 也出不来这种好嗓子 就是金嗓子 那嗓子 那个稳定啊 那个感人的 我们听着他歌长大的 我们见他出来了 我们他没唱 我们就鼓掌 暂时他唱不了了 他生态小节了 做了两次手术了 倒仓了 不能唱了 这个时候他假唱一下 能咋地 他假唱一下能咋地 他的弟子都是 他培养出了一大堆弟子来 他弟子唱都比他好 人总有老那一天吗 将心比心吗 老不老 以及人之老吗 他就起个头 然后呢 放的都是他 35岁唱的那个曲子 我就 我就请教一下 这怎么就违反规定了 你就处罚 也许你没有更详细的规定 在哪呢 拿出来 让我们看 如果你不拿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规定啊 太粗糙 这个规定没有涵盖各种情况 选言之不全致使 老百姓理解有问题 还有给人家 一个你们圈子里面就不叫假唱 别人都是假唱 想处罚谁 就处罚谁 有点不济人情之嫌 对吧 还有呢 关于什么群众举报问题 违规一人怎么发现 接受不接受群众举报 有关方面说了 是道德建设委员会秘书处 负责日常舆情跟踪和相关信息 我们自己搜集 我们发现 我们了解 我们对演员违规情形 同时我们还有个道德建设委员会 我们和中国演出行业 这个会员 你看我们圈里面很多人 我们牵了一眼 我们顺风耳 我们啥都知道 我们掌握事实依据 情况下 我们向有关方面申请的 违规一人 启动评议程序 评议程序是我们自己 内部的管理办法 相关章程办理 行业自律仅限于行业之内 注意啊 最后其实是一句话 不设立社会举报渠道 你看又有事了吧 隔壁王奶奶的说 就是他们自己玩 说了半天 就是你们有这个 你们有那个 你们眼睛好使 你们耳朵好使 然后你们自己平定 然后你们行业自律 然后呢 不接受群众举报 中纪委都有举报中心 监察部都有举报中心 我们胡同里 都有个举报信箱 那信箱虽然好长时间 我估计都没打开了 但是那必须表面上 得有这么一回事啊 对吧 依靠群众 相信群众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 凭啥你们这个部门 就不接受社会这种举报 为什么就和群众的举报 拉开这个距离啊 你们为什么喜欢搞专业主义啊 为什么喜欢搞官门主义啊 为什么喜欢搞这个神秘主义啊 为什么喜欢搞群圈子主义啊 你们不接受群报群众举报 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如果这个人在我屋里吸着大麻 在我屋里吸着大麻 我不让他吸啊 我拦着他吸 我跟你说还真有人啊 那司马南你他妈吸一口 你他妈不吸 好像我们跟他们坏人似 你吸完了之后 我告诉你私如全有 360度打开 这感觉太那么爽了 有人在我屋里说这个 然后就要开始动作 我坚决把他赶出去 别跟我来这个 司马南北京市进都形象大使 我绝不容忍你这个 他是没在我这儿吸成 如果他掏出来 他吸成了 然后呢 我到你们单位我去举报 我说我说这个人在我这儿吸大麻 你们说司马南老头出去 还不接受我举报 那你说我已经支了五个支架的脆弱的小心脏 我受挫不受挫呀 简单说 我说了半天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对劣迹艺人 失德艺人 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接受群众的举报呢 还有这个劣迹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 比方说没事吹牛丸愣是把自己吹成全国文科状业 然后没事当博士 对吧 没事吹牛丸你吹点大麻也就完了 你还玩甲鸡本炳安 对不对 你还溜兵 你还摇头玩 你还公开过个生日 然后就大家动摇头 动摇头 你说你这自己 还有最要命的 你说钱呢 咱闺女钱都挣这么多了 然后你还 还逃税逃的这么理直气壮明目张胆 居高临下千交百媚的逃税 这东西你说 我说这里边有不同情况 逃税 逃了一次税 逃了一笔税 逃了N笔税 然后这个人就没有付出的机会了吗 这件事我觉得值得讨论一下 他是 比如说逃了逃了100块钱的税 但是他补了1万块钱的税 而且他以后 这件事他用他自己的经验教育其他的人 这个人做反面教员不好吗 第一 国家财政部收钱了 第二他真的痛改前非了 第三他交的钱更多了 第四 以他教育群众 教育那些劣迹 艺人效果更好 你为什么就不给他机会 他直播带货怎么了 你怎么就不给他一个活路呢 依照什么样的程序给他活路呢 对不对 吸毒这事 我觉得 我可能比较了解这圈子里面的事 因为复吸率太高 无论他如何信誓旦旦 他说他不吸了 身体 这躯壳没印了 但是心隐难消 这事我还不敢乱讲 是吧 还有冒充博士 你说你冒充作家 冒充博士 你干嘛冒充博士 你自己就说自己是诗人 不就完了吗 那傻小伙子 长得水光溜滑的 你冒充什么博士 冒充博士 人跟你要论文 傻了吧 你就说自己是诗人 实在不行 你就上厕所 憋出几句话来 然后都带上鞋杠 给他分行点点 回车 对不对 手里捏块石 像一个归来的王 你不就诗人了吗 你照样是混迹到文化作家圈里 而且现在只查猎记艺人 不查猎记作家 这小子我跟你说 你就是 你就平时跟 按年纪说 我是你大爷 你跟大爷联系太少 你自己想虚荣心作祟 对不对 想冒充博士 你要请调我 我就告诉你 你冒充个诗人 冒充个作家 冒充个作家协会什么的 你 第一 不受追责 对吧 第二 形象很好 第三 你那个诗还随时可以朗诵 吃饭的时候 专门给他朗诵 手里捏一团东西 像一个归来的王 我告诉你 还一片戏谑 进一步增强了人气 对不起 我这段话 要么你掐掉 要不然就当笑话 大家千万不能当这 还有什么演员 代孕你乱七八糟的事 代孕如果说 从一个女演员 说 我一个艺术 我过去不生 现在有了代孕艺术 为了保持体型 这种事啊 也不能说 它不是一个理由 对吧 但是既然国家有法律 既然这事情建立在 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基础之上 涉嫌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问题 那你就别干了呗 干了你就悄悄的 算是2021年的3月1号之前干的事 就别让人吹咎了呗 因为现在有实现限制 知道吧 你还张扬 那就属于 那就属于 这 革命王那说 欠揍 欠打 就是没事找抽行的 这件事 很多网友都担心 现在虽然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就判了冤枉了一些 可以原谅的人 而 放过了那些 不能原谅的人 这两句话 翻译过来是一个意思 就是这事 会不会流于形势 会不会过于保护行业利益 这件事 有关方面认为 我们有张承 叫做道德委员会建设张承 我们有这个复义标准 违规于人 什么自律 什么标准 我们从3月1日开始起 我们就推出这个标准了 这些所有的事情 都道德委员会 相关工作张承 标准展开 我们的代表 从哪里来的 我们每次都背靠背 我们的形势 我有一个经验 出台任何一个新东西之前 他都说 我们有八套办法 我们绝对保证 八面埋伏 搭到一面 起来十面 我们有万全之策 这种事 多半是表示决心用的 跟上级展示形象用的 实际工作做起来 很复杂 刚开始 我们那个胡同口 一片小黄车 后来一片小绿车 后来一片小蓝车 后来大家都说好 甚至说 中国几大发明 甚至说成是 改革开放 伟大成就 现在臭一大街了 现在的东西在那 隔壁网 我们每次在那都说 这他妈东西浪费多少钱 这他妈东西没人管 知道吧 我说的意思 你一定明白 说的信誓旦旦的 上去介绍经验的 然后水光溜滑的 搞不好最后都会泄 因此我就提醒 有关方面 关于劣迹人过 一人管理这类问题 还是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 严谨 严谨 再谨 严谨 比方说现在这事 你新规 新规不理旧账 3月1号 2021年3月1号 发生的事 你们才管 以前不管了 这能行吗 现在马上就过年了 过年这几天 他出的事 你2021年以后才管 2021年3月1号以后才管 这段时间你不管了 这对头吗 春节这几天 他吸毒了 他逃睡了 他没事在那 朗诵朗诵 突然间怎么着了 好了 这件事情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 具体的法规实施问题 我呢 完全是圈子外面 我是凭借自己一拍脑袋 灵机一动的肤浅想象 我把这事呢 说了一下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 因此 我只是 随便叨咕咕一下 大家不能太当真 但是 有关方面要处置这些 劣迹艺人 并且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我是支持的重复一下 地瓜熊老六的意见 劣迹艺人有人管了 那么劣迹作家 在文连里 在作协里 为什么没有人管 凭什么 他们能够长时间 持续的逍遥法外 手捏一坨屎 像一个归来的网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